歡迎來到庶民大頭家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太太 陳佩琪 昨天在臉書有感而發 他說最近柯文哲在外縣市参訪 頻頻被問到選總統這個議題 我一直跟他這麼說 覺得可以幫人民 過更好的日子那就去吧 你在什麼職位對我沒差 尊重你的決定 這一PO文馬上讓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柯文哲要選總統了 柯文哲哥怎麼看 佩琪姐要學我們加分姐 我覺得那個起手是不對 沒有什麼梗你知道嗎 而且裡面索然無味 加分姐很有梗嗎 加分姐好歹會想個洗衣服 現在我們還在討論 就會覺得我們韓市長要選總統 原來還要洗個衣服的 可是你覺得這段話 不覺得索然無味嗎 沒什麼梗的 因為很多政治人都說 我要回家問我太太 可不可以選 但是太太已經說可以選了 尊重你的決定 連郭台銘不是也是嗎 也是來個要他的那個 曾馨營決定嗎 可是我覺得還是 這種加分姐有梗 洗衣服的梗 真的是超有梗 可是這樣子的梗 能不能幫他做起手事 我覺得沒有辦法 沒有那個力道可言 其實事實上 柯文哲的團隊 一直都有存在這種問題 自我感覺會比較良好 固然柯文哲還是有他的名氣在 但是他的名氣究不究竟等於 可以他直接挑戰國民兩黨 因為其實韓市長跟蔡英文 代表的其實就是國民兩黨背後 不只是蔡英文的個人魅力 韓市長的個人魅力 其實後面還有黨 那柯文哲你的個人魅力 有強到足以挑戰他們兩個嗎 光看佩奇他的起手事 我覺得就在文宣操作上 就沒有那個力道可言 再加上我覺得很多事情 要以鼓為盡可以名德師嘛 你自己想想看 當年還記不記得 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他的對手是宋楚瑜 如果以宋楚瑜來講 像脫黨或者是武黨 自己那種身份出來 我們回想看看 我們大家都經歷過那個時代 宋楚瑜尚且贏不了 那時候的陳水扁 你自己想多年後 二十年後 現在的柯文哲 人氣有贏過韓國瑜嗎 沒有 現在的柯文哲 他的實力有贏過宋楚瑜嗎 沒有 沒有 他的人脈子弟兵也沒他那麼多 宋楚瑜你還記得 子弟兵是宋比較多 宋那個時候幾乎如果他 好,我們那時候會想說 如果宋楚瑜當選之後 八不二會沒問題 但是開文哲當選 你覺得他行政院長跳得出嗎 光一個行政院長就好 沒有班底 沒有班底 沒錯 連一個華善統治長都跳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要安排的人好多 對,所以我覺得 那個壓力會很大 看不出來他有選總統的可能性 但是他看你就好 看起來他的幕僚人數沒這麼多 但是看起來似乎是滿想選的 因為最新的消息是說 九月一號 很可能就會出來宣布要選 不要選我們記者節來宣布 就剛剛好 反正他跟記者關係 以上就是很緊張 記者可以先休息 你那天不要報 但是同時九月一號 也是給記者題材寫 我一直認為柯文哲就是會參選 一定會 因為今天這樣太太太 太座都既然講話了 我覺得過了太太這一關之後 柯文哲可能這個 如是定心碗 或者是說他透過陳貝琦 直接就是糟糕大家 因為在韓國瑜出現之後呢 他就曾經 在出現之前 他就曾經講過 如果韓國瑜是代表國民黨出來參選 那會大大增強他參選總統的意願 那所以才會大家在看藍綠的人選各自就位之後 現在是不是白綠藍 加上柯文哲嘛 三家都 那當然再加上是不是還會有第四個人選 那以現在最可能的情況就是 這個柯文哲 蔡英文和韓國瑜 所以柯P他是屬於抱著精英主義那種政治的心態 而且韓國瑜何況是以前他旗下的北農 那總經理呢 如今被人家扶龍一路扶到要選總統了 你想這口氣柯P練得下去嗎 我做老闆 那種精英政治的作祟的情節之下 萬一總經理都可以選總統 我怎麼不能選呢 所以一拼高下嘛 所以我還是認為柯P不管久以後 因為一開始傳的是八月十五號 好像是感覺好像要起義還是幹嘛的 八月中 那現在延到的記者節 不管是八月十五還是九月以後 我覺得等待柯P宣布的那個情況 氛圍已經成熟了 可是柯P出鏡 現在已經確定是韓國瑜要出馬來 角逐2020了 那麼他也接受了媒體的專訪 才透露出他怎麼選擇副手有一些條件 包括這個人要有國際觀 要懂財經 而他也大方的宣布 如果任何人當了他韓國瑜的副手 絕對是史上最大程度的授權 那我想請這四位來賓想一想 在你的心目當中 你覺得誰最適合當韓國瑜的副手人選呢 我們是不是請大家馬上把你心目當中 所以現在寫出來對不對 所以現在寫出來 對 我們等一下 廣告過後來幫大家揭曉答案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